台湾部份秀行火候巴士劳股需要探望 头发医师毕提国座高分一环公司 劳伊纯当事长赞亚了后 公开观景则定火候巴士一台 和洗头母亲沐浴如各国请馆 今天在台湾社会局既行观景电影 由管长汪张良代表接受并且敌情感谢赞 当事长劳伊纯基督 医师毕提在100空高年創立是台湾的本土企业 公司并持着美丽跟爱可以当东西并行的精神 讨论观景固定火候巴士以及适用并行物资 希望可以和助社家庭以及给收入后适用的协助 也会和宜观有交通接送输业的新众朋友 可以搭建方便安全的交通工具 就由此处观景邀请经济企业发挥爱心做工业 这会协助工业这片土地 感谢姓长 感谢我们的局长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把爱送到嘉义这块温暖的土地 我们常说送爱要送到需要者的心肝里 所以我们把最需要的送给我们最亲爱的 这些所需要的家人们 心里面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激动 非常的感谢大家 也感谢我所有一事毕提的家人们 因为有大家共同的努力才能够造就我们今天 有这个能力送来到我们需要的每一个角落 非常的感谢大家 那特别坚证我们富康巴士 还有物资银行很多的清洁用品 那行当嘉义县是一个很需要富康巴士的兴奋 因为我们的身经障碍者 或者是我们的老年人口 那基本上比例都还蛮高的 那现在很多的政府的委托案 那经常会有很多身心障碍者 或者是老人家 那想要订相关的车辆的移动 那经常会有所谓订不到 或者是不足的问题 那所以一事毕提啊 能够坚证我们这样的富康巴士 而且整个设计非常的周到 特别是高顶 那我想高顶在整个移动上 或者照顾着在做相关的服务工作的时候 会是一个比较方便的哦 那当然相对来讲 高顶价格就相对高一点 那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些清洁用品啊 包括相关的洗衣经或是洗法经啊 那这些物品我们会透过我们的物资银行 那有一些需要的一些案个案 那我们就可以提供给他 文章梁说 加以关老年人口比例的渐转国相关 因此管户需要变烈进制医生以及政策 照顾老年人口 其中博空巴士的使用率亚非相关 这处收到关键的巴士 中高于中华省廟基金会的使用 就会可以较助经济民众就意 感谢老当市长 看见加以关的诉求 尽出击事后 最近新闻就来试验 该以关彩虹报答 再讲吃和玩乐 探索世界 您准备好了吗 旺TV YouTube频道 带您网络漫游 深入嘉义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时的新闻 最感动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动手指 全部完整呈现 现在订阅 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 马上拿起手机扫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 正好 HOW ARE YOU